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的12号 下午了 今天是周日 嗯 大家也都知道啊 周日是我们没有休息 下午回来的早一点 那么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今天觉得其实已经是这前两天的新闻了 大家不知道的有没有看或者听关心就是沈阳啊 沈阳这个九岁的孩子 走失 然后接着这个打捞出来尸体 这个 嗯 这种话题 这种好像我们说生活中时不时的就发生 这种自杀吧 咱们可以 这样一个定性吧 不管什么原因 那么 我们都知道啊 各种各种的原因 这个 韩国的自杀率 日本的自杀率都比较高 因为在这个 咱们说这亚洲国家 呃 本身的各种各种的压力都比较重 然后 人呢 他的一些性格 文化的这种 啊 都比较内敛 然后也不是那么的 把把这些这些一些不愉快啊 啊 通过什么方式去 把他发泄啊 就是等等吧 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聊的这个事呢 我觉得 很沉重啊 确实很沉重 发生在小孩和发生在成人 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特别是发生在学生 啊 学生 责任呢 其实我们要去 讨论这个责任 责任当然是很多 很多方面的 啊 那么我们要考 我们要去这里聊的 就是应该怎么去预防 应该怎么去避免 应该怎么去 把这个东西能降低到最低去不去发生 特别是在这个孩子 这么一个才九岁的孩子嘛 是吧 九岁的孩子 应该是这个无忧无虑的 是吧 阳光灿烂的 这个随心所欲的 多么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吧 才 连十年都不到 是吧 九岁 三年级了不起了吧 就短短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孩子们的内心 他是 很脆弱的 他 没有我们 成人 那么消化一个东西 负面的东西 那么的 容易吧 他把很 或者说很小的一件事 可能在内心就过不去 过不去就会 瞬间的产生一些过激的行为 我们来说 这个事件本身啊 应该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我们只能说是教训 首先我想要说的是家长 家长 家长你的处理方法 可能真的真的 就是决定着孩子的 一个 下来要做什么 千万千万不敢 那么马虎 那么无所谓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作为孩子的成长过程 我们讲 他不是多子女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 他改变了很多很多的 人的一些 在他适当 或者那个年龄的阶段 如果多子女 像我们这种 家里都有三个四个的这种家庭 孩子的是实际上一路是已经经历了很多挫折教育的 这种兄弟姐妹之间都已经完成了这个事情 不会说是因为什么事想不开 不会什么事把一件事放得很 因为他的精力决定了 他这一刻 他这一个所谓的已经解决了 而今天的孩子确实很脆弱 但是原因我们说还是在家长身上 小孩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学校里 无非就是跟同学呀 跟什么 或者老师批评他呀 或者自己就是咱们说犯了什么 捅了什么炉子啊等等 很多时候是 他自己可能就是调皮捣蛋吧 咱们说是吧 他也未必那么就是 蓄魔已久啊 这些东西 但是家长的态度 很关键很关键 对吧 我们说这个孩子我们也听到了 跟他的要好的同学 就是闹矛盾了啊 或者说打架了怎么样 那么学校就把他留了 留了可能也做了一些批评 然后就让家长来领人 妈妈去领了孩子 这个事情是我们说从 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啊 过程看也没什么 关键是家长回来 跟孩子回来之后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 重视啊 孩子的问题 以及这个问题 你要帮孩子怎么解决 这个是关键 是不是 不能说是不分清风造白 你觉得你丢脸了 你在老师面前 好像觉得丢脸了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 发泄到你孩子身上 这就是我们说 不成熟的家长 是吧 很不成熟 你的情绪应该是稳定的 你应该我们说 通常来讲啊 我的个人体会 因为我也在孩子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也出现过这些事情 对吧 那我首先什么呢 我们讲 家长 你要情绪稳定 你千万千万 情绪 不能说是这个 不分清风造白 然后怎么样啊 觉得自己丢脸了 然后怎么样 训斥孩子 这绝对是不可取的 那么通常来讲 什么呢 孩子回来之后 先搞清楚 来龙去脉 第一时间听孩子 给你叙述 而且前提是 让孩子先平静下来 孩子见到家长 不管见到爸爸妈妈以后 他应该是寻找了 最大的安全感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安全感 是平时你给孩子的 你要告诉孩子 孩子 爸爸妈妈 第一是信任你的 这是要给他的一个 很强的一个理念 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 别人说什么 老师说什么 学校说什么 对吧 你要在平时的这种 培养过程中 沟通过程中 你要给孩子 要表达很清晰的意思 父母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你来告诉 爸爸妈妈 发生的事件 经过 所以这个很重要 相信孩子很重要 对吧 那么孩子 在这种 被信任的 长期信任的 这种环境下 而且是宽松的环境下 他知道自己说出来是 会取得爸爸妈妈的 一种谅解 而不是 爸爸妈妈情绪很激动 然后怎么怎么 被一顿骂 被一顿打 不会的 他知道不会的 所以他的情绪 见到爸爸妈妈的 第一时间 也是平静的 因为 最大的靠山 最大的信任 是他的父母 如果孩子看到了父母 他 情绪是会平静下来的 他知道 这个靠山 这个信任 来了 这是第一点 是吧 第二 平静了以后 你听孩子去说 不要打断 让他讲 事情的来龙去办 是不是 讲清楚之后 这里面的 他所有能想起来的 一些细节 我们先不去 凭这个理儿 先不讲 谁对谁错 先把事情 经过听清楚 这个很重要 家长不要带有 任何情绪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带孩子冷静下来之后 怎么样 让孩子自己来评判 这件事情 记住啊 看年龄的大小 这个时候的孩子 他已经能够 在冷静之后 自己去想通这件事情 熟是熟对 熟是熟非 这些事情 他自己是可以冷静下来 小孩子 其实有的时候 一个是被错怪 被冤枉 还有他很珍视 这种跟他的好朋友之间的友谊 这一点 你不要忽视这个东西 随随便便的指责他的同学 这时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让他冷静下来 听他来分析这个事情 是吧 第三点 都 情绪上的问题 都已经没有了 大家都很平静的时候 你再帮他分析 他没有分析到和认识到的问题 明白吗 你告诉他你个人的看法 在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什么样 孩子哪一点做的不妥 你来帮他分析 分析的较为全面 然后分析的过程中 一定要让他一点点认可 你的分析 错 什么东西错了 哪些对你一言 即使他犯了错 错误中的一些东西 他做的一些行为是对的 你也要站到他这一边来 你是被他完全信的 父亲或者母亲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切记切记 我现在再三提醒 不要劈头盖脸的 因为你的脸面的问题 然后给孩子一顿 劈头盖脸的那种 骂也好 打也好 所以 这些问题的出现 我认为第一个责任人 要负这个责任的是家长 我在这个 我的孩子在十岁啊 或者是这个 这么个年龄段的时候 也是闹事 也是被学校留下 等等等等 罚战等等 都发生过 是吧 我的立场是 因为我平常跟孩子的 接触比较多 我知道他是个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什么样的性格 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家长应该是 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一定是第一时间 我先听孩子怎么说 而且是在平静之后告诉我 很平静的告诉我 他也会思考 我先不会说 马上会先入为主啊 就会很 认为学校对 老师对 什么什么啊 我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是护着孩子 是因为我想听到 第一 我孩子怎么须说 所以这些东西啊 如果我们家长 能够做到的话 这些事情 真的是可以避免的 是不是 如果你不能获得 孩子的信任 然后劈头盖脸 不分清婚造白 然后又把他 这么批评一顿 小孩他怎么消化 是不是 你是他最大的 靠三和信任 没有了这个 真的他的天就没了 况且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孩子脆弱 当然这是另外的一回事 我们要怎么进行 之前的生命教育 然后这个抗错力的教育 等等 我在说的是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作为一个家长 应该怎么处理 才会让事情 很顺利的解决 等再次发生 或者怎么样也好 孩子本身都会 很冷静 可能这样的事情 他就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他懂得 他之前做的事情 哪些对哪些不对 好吧 虽然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听了都很悲伤 我现在我们只能说 去防范 防范 怎么防范 事情是没办法去挽回的 但是我们要防范 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发生了 我再次发生了